因为三昧的神力 菩萨生不动本出 这是讲他的报身 没有离开基督世界 没有离开阿弥陀佛 他就在讲场里面听阿弥陀佛讲经 但是呢 他也能够分身 这个是他的妙幽 可以献种种的应生化生 到其他诸佛杀土供养佛 帮助大众来修学净土法门 当然也包括别的法门 劝大家都能够念佛生到基督世界 这些菩萨生不动本出 而能辨知十方 这个太了不起了 我们后面加几个字 而能辨知十方佛场 这个意思就更加完美了 当然他是文言文嘛 文言文比白话文好 白话文太啰嗦了 啰里啪嗦讲一大堆 如果是文言文呢 几句话几段话就讲完了 所以古人如果穿梭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他听我们法师在台上讲经 他们都会摇头 你们怎么讲经讲得那么啰嗦 那么详细 我们以前讲经 哪也讲那么多的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 古人讲经不用那么长时间 你看这个清凉国师 他讲华严经 八十卷华严 他讲一遍就是一年时间 一年了 就讲完一遍华严经了 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跟大家如果要讲华严经 要讲多长时间了 一年 不可能讲完 甚至于五年都未必讲得稳了 因为现在人的根性差嘛 一句话要跟他讲得很深很细 古人不是这样子的 一段经文 把重点稍微提一下就好了 大家都懂了 我们这里一句话要说上好久 甚至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他在台上弄了明白 更糟糕的 他虽然听明白了 他下课之后怎么样 又还给法师的 他还是烦恼稀奇 做主忘 他忘掉了 他不记得了 所以在这个时代 弘法那个 哎呀 要花更多的时间跟精力 要更大的耐心才行 下面讲 忘息师为注定共佛 曰 长途者出地以上 忘息老法师他讲这个注定共佛是什么意思呢 就长途来说 这个长途就是指的八万四千法门 那是什么菩萨呢 出地以上的菩萨 这都是迷行见信的菩萨 身不动本出 而能辩知十方 供养诸佛 教化众生 这个出地啊 是指的别教出地菩萨 也就是原教出祝菩萨 他们就有能力到十方法界 十方诸佛杀土 参学 杜众生 诱约 还是忘息老法师讲的 出地以上 虽有此德 八地上是无功用 念了下面再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这什么意思呢 该为出地菩萨 虽出有此德 因为这个原教出祝的菩萨 他才刚刚正的 但尚不能全力功用 他虽然有这个能力 但是他那个作用还不圆满 八地以上才是无功用道 出地菩萨有这个能力 起这个作用 但是不普遍 不广道 到了八地菩萨 那才叫什么 大行其道 他用的很熟练 很自在 所谓的无往而不利 会书里面也讲 他方心发心菩萨 英文弥陀名号 顿灯上帝菩萨 得诸三昧 注定共佛 这里是讲别的佛洒里面的菩萨 哪些菩萨呢 新发心菩萨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初发心的菩萨 他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因为有阿弥陀佛的加持 他的境界功夫就提升了 顿灯上帝菩萨 这个效果就太殊胜了 顿就是快速 上帝就是指的八地 在阿弥陀佛的帮助之下 他一下子就正得八地上的菩萨 那这样的菩萨 他注定共佛 将还众生的能力 就真正得到大自在了 俗言 众虽心发意菩萨 闻明自人 能得定慧相及 真俗相照 顿得上帝菩萨也 这个心发意菩萨 就是初发心菩萨 闻明自人 他听到了阿弥陀佛名号 能得定慧相及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特别注意 闻这个字 听闻的闻 那这个闻 它不是一般的闻 因为这个后面的五愿 是对菩萨发的 所以这个闻 它是指的什么呢 是菩萨闻思修三会 是菩萨闻里面那个闻 也就是指的闻会 而我们凡夫那个闻呢 是耳跟所听到的 不一样 闻简单来讲 它的意思就是接触 接触之后就怎么样呢 要思还要修 思是指的什么呢 是指明了 明白 明白之后呢 要修 修是指的 断除疑惑 把所有的迷惑 全都断干净了 这叫修啊 那我们听经文法 听了这么多年 有没有思 有没有修呢 听经 听不懂 听不懂他就不听 当然他听不懂 他会不会去修呢 绝对不可能